近日,李双江17岁的儿子李天一因涉嫌轮件被海电区看守所行事拘留的消息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 子不教复制过,很多人将李天一接连犯事,还一件比一件恶劣的原因归结到李双江平时对孩子太溺爱 那么平日里李双江究竟是怎么教育儿子,听听优苦娱乐独家采访到的这位李双江的学生是怎么说的 也许从他的口中我们能得到一些答案 通过我的老师联系到李双江老师,一般是5000到8000一节课 这个也许是关系的过温会给我降一点 他跟同事交流就会非常有板有眼,就是会很正统正规啊 像跟我们说话就会很随意很轻松的 据这位曾上过李双江圣月家教课的学生透露 由于自己和李双江儿子差不多大 所以在上课的过程中,感觉70多岁的李双江并不像在舞台上那么严厉 也不像其他生涯老师那样严肃 相反倒像是一位忘年教 自己很多不愿和父母说的心事 反而常常向这位70多岁的长者诉说 而李双江也是十分耐心倾听并给予意见 相对于别的老师来说,他真的会对你有很多照顾 他会把你当孩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去看待 他经常会跟我说,就是说你以后生活上遇到些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交谈,完了我会叫你去怎样做 然后他就会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就一般都会比较,青春期就会比较叛逆,比较反 他就会经常,我就会经常跟他谈到我和我父母的关系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一句话 说如果你这个年龄的话,你什么都听父母的 什么都由父母,按父母的说的话去做的话 你这个人就是疯了有病 从这位同学的口中,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到 李双江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很有可能也是不加管束 相当支持顺眼孩子天性的 这样当然能够俘获小孩子的心 以至于儿子在生活上出了状况 总是第一时间想起来,先给爸爸打电话 就是他有一次在上课,他刚上课没有多久 完了李双江老师就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他儿子说,喂爸我发烧了,你能回来吗 然后李双江老师说的是,又发烧了,那我就回去吧 然后就下午才回来的,是上午的课 但是中午就是中午之前没有露面 完了下午才回来上课 手机是有放在钢琴上 我同学看到手机上显示四个字是宝贝儿子 所以就说可能是老师儿子打过来的 而且当时老师开的是免提接着电话 儿子有事,工作都可以不顾 也许正是这种忘我的疼爱 加上脱离束缚的自由式教育方法 最终造就了二进宫的李少爷 不知道此刻李双江对于自己的这种教育方式 有没有感到后悔 有苦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